商手,汉行集团爆雷的事儿网听说了,搁几个来看看你 商手,这里有二十多亿是搁几个的一点心意 你先拿着用,我们这些人也只是些普普通通的富二代 再多我们富辈也不可能给了 搁几个的心意我心领了,不过这点钱根本不够 我需要的是解决那几千亿债务的办法 商手,恕我直言,就这种情况 想短期偿还几千亿债务是绝无可能的 要不您去找上老爷子想想办法 我爷爷为了我的事儿,七老八十了,还在劳碌奔波 我不想再麻烦他了 而且,说实话,现在商家早已没落 怕是几十亿都拿不出来了 这,那您打算怎么办 要是被天王星他老人家知道了,那岂不是 商手,你知道吗 这几十年来还从没有人敢假冒天王星的名义去行骗 啊不,是借钱的,你赶紧想办法还钱吧 不然就算你是他女婿,你也必死无疑 根本没第二条路可走 钱朔和王聪添油加醋,把天王星描述得特别恐怖 商力直接被吓破了奶,整张脸血色全无 怎么办,我,我没办法还钱啊 我要有办法,不早还了吗 商手,搁几个也没辙了 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天王星他老人家挂了 不然你死也只是时间问题 王聪,你他们说什么呢 别胡说八道,商手你别听他放屁 这货脑子里装的都是屎 商少,别介意哈,那什么,没事的话 搁几个走了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商力已经愣在了原地 脑子里一直重复着一个念头 如果天王星死了,那一切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爷爷,我,我捅娄子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安安生生过日子 有天王星逼佑你 不会有人追究你以前的债务问题 你怎么就不听呢 说吧,这次又捅什么娄子了 爷爷,我投了天王星的信物去借了六千亿投资汉行集团 现在汉行集团爆雷了,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了 商银文言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几十秒之后 你,你说什么,六,六千亿 爷爷,我知道错了 孽障,孽障啊,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被天王星知道 是什么后果,你会死的,甚至整个商家都会被灭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就是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商力不是个吃软饭的废墟 爷爷,我前期赚了可多钱了呢 而且我把汉行集团所有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 可谁知道一夜之间他就爆雷了 要是我早点把货除了,不光能清偿我所有的债务 甚至还能赚上几千亿呢,都怪我出手晚了 从你假借天王星的名义借钱开始,就注定你要死的结局了 我的好孙子啊,你真以为自己赚到了大钱,天王星就会饶了你了 那可是万人图,人命在他眼里连只蚂蚁都算不上 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爷爷,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们必须想办法 我的事爆出来了,商家也会被牵连进来的 商营真的是欲哭无泪 我想办法去跟银行和债主商量 先还上一部分,让他们千万不要暴露这件事 后续的债,我在想办法还,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爷爷,你认为这件事捂得住吗 捂不住也得捂,难道你想让我把你杀了 把头哥给天王星请罪吗 商力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愿毒地开口道 难道就不能把天王星杀了吗 商营被商力一句话,震得瞪大了眼睛 手指指着商力,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不是有人窜夺你 告诉我 没有人窜夺我,是我自己想的 你知道自杀天王星是什么罪吗 诸九族的大罪,但凡是被人察觉到了 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捂不住的时候 你我能活吗 商营突然语色 爷爷,现在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天王星死,一个是我死 你觉得我还要的选吗 再说了,商家已经背了前缘老格格主一条命了 害怕再多背一条吗 可是,这,我 商营支支吾吾,许九不敢答应商力 债是他的名义借的 他死了 债也消了,我们一家子也保住了 同时,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是个白痴 而我,天王星唯一的女婿,将继承五老星之位 爷爷 天王星死了,对商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到时候,我将成为最年轻的五老星 我将拥有西门家的一切 商家也将再次崛起 商营看着面前已经撞入疯癫的商力 心中情绪万千 就这样,爷孙俩沉默地对视着 整整一个晚上 爷爷,其实人也只不过是一种动物 高高在上的天王星与街边卑微的乞丐 最终的结局,都是要走向死亡 趋利避害,不过是动物的天性罢了 这一刻,商营终于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我,同意,可是孩子 就算我答应你 想刺杀天王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否则,天王星仇家遍布全球 早几十年前就死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爷爷,想要杀人于无形的办法有很多 你只需要配合我即可 商力怎么还没动手 会不会他找到法子补窟窿了 我们辛辛苦苦布的局 不会白布了吧 不会,商力傻 商营可不傻 他知道就算能补上这个窟窿 迟早也会被天王星发现 现在商家唯一能走的一条路 就是我给他安排的那条路 除非商营忍痛大意灭亲 把自己孙子给献祭了 要不要我们传消息给天王星 给商力一些紧迫感 别,千万别 一旦让天王星察觉了 很可能顺藤摸瓜查到我不觉得蛛丝马迹 到时候 就算我能回国也吃不了多着走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党 你小子这几天这么殷勤 是不是有什么事想求我 岳父大人 您猜对了 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 好好在家伺候无恨 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商家也会得意不少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不不不 岳父大人误会了 我求您的不是商界的事 得 那是什么 我是觉得咱家装修太老气了 想弄点现代化的高科技产品 重新装修一下 您看 行吗 就这是 对 就这是 没问题 你想怎么装都行 多少钱我给你报销 谢谢岳父大人 当天 就有一堆人推着高科技产品上门了 说是装修 其实商力只是安装了一些智能电器 让整个府邸完全由电脑自动化控制 比如说开门不用钥匙 指纹解锁就可以 比如说可以自动地调节室内的温度 就连西门不平用了之后 都连连点头 觉得确实挺方便 当天夜里 商力坐在电脑前 看着西门不平卧室的空调后台数据 眼中闪过一丝很利 爷爷 看你的了 很快王府内就有人喊到 吃火了 快去救火啊 一时间 全王府所有的安保人员赶紧端着盆子去救火 就是现在 商力直接利用电脑锁死了西门不平卧室里的门窗 然后利用电脑操控西门不平卧室里的空调 让空调的温度一点点的升高到普通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之后突然降到零下几度 西门不平有心脏病 这一热一冷之间 对于心脏病的人来说就很容易猝死 果然 当天深夜 有人在西门不平的卧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很快西门家的人就报了警 法医鉴定之后 下了判断是突发心脏病猝死的 属于病史 非他杀 哎呀 我的岳父大人啊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商力嚎啕大哭 扑在西门不平的尸体上 一副悲伤欲绝的样子 有几个西门不平的心腹觉得事情蹊跷 要警察再好好查查 警察也知道这事非同小可 便仔细地进行了检查 最终结果还是判定为心脏病病发猝死 西门不平的心腹也只能承认了这个节目 沮丧的不再追究 爷爷 我们成功了 天王星陨落了 我将继承天王星之位 成为新一代天王星 那些债务 也可以全部推到天王星头上 没有人敢追他的债